叶景琪 叶景琪 出来 我干什么 提审 险菜 临时提审 别毛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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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当事人要有麻烦了 这次不会像上一次一样 不经过审判 就宣判结构了吗 那一定不会 但是 可能比那还要严重 我不相信 都这个年代了 还会因为言论 而被判断死刑 很遗憾 这回被你言中了 什么 你确实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呀 你确实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呀 因为任何时代 国家都不能允许有人用煽动性的语言 去颠覆它 又一样 我解释了 你听说 这歌是怎么回事 说 全部的属累 做这么多测试 这个过家里 你犯不过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事 我闹着了 你帮了也不过 放开 如果你当案推翻自己按手印所承认的罪责 你就是公然表示法律 到时候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混蛋 现在国家面临日本入侵的危险 日本的海陆空三军是虎视眈眈整个待旦 乱党扰乱人心 学生胡作非为 在这个时期肯定要杀鸡敬猴 做出一些事情 那个叶敬奇如果还执迷不误 对抗法律 很可能会避避送上断头台 成为这个乱世用重点的时期的牺牲品 到那个时候我看 任何人都无法挽救他的性命 这就是您所说的公平正义 我们现在暂时可以放下有关司法的讨论 还是谈一谈要不要救他的性命 我刚刚接到通知 叶敬奇的案子明天开庭 明天 这次会改为不公开的审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是为他好 如果他再有什么煽动性的言论传出去 那他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你这个当律师的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一定会的 我建议不要做无罪辩护 免得折腦了上边 让事情发展得不可收拾 苏总 您不觉得您的这番言辞呢 跟司法精神相差太远了吧 您不觉得这是对司法体制的 一种背叛吗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你不是要救人吗 好 那如果我照您说的去辩护 您能确定他减免刑期是吗 我这么做已经是违反原则了 一切尽力而为吧 喂 是党部 我是田守成 田基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知道田守成不是在威胁的 好像不让我盯着 你也可以看 我和你一切地赛 但是你不忘了 我不能乱在这边 我认为我要拿回家 就不回家 我的这边 我的请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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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再回去 我只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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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对 这种 Thought 这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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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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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 对 这次清晨很突然 看来他们是做俗了准备 他们昨天晚上 逼着我在伪造的审讯记录上暗示尾音 我看他们是等不及了 要速战速决 容易一会儿要激动灵活一些 别陷入他们设计的圈调 吉野 狗活如死是我们的原则 对吧 我相信你 有关叶景旗涉嫌触犯危害民国 紧急制罪法一案 现在开庭 网判大人 我手里拿着的是叶景旗所写的 司法可以再腐败一些吗 的文章 在文章中 他胡说我们的司法 是先定罪后审判 居然 把堕落的下流的妓女 说成是被社会迫害所致 有那么多的妇女没有为常 为什么你不说呢 叶景旗还在文章中说 我们有法不已 地方派之所形同摆设 只吓唬良民 而不管帮派分子 那么请问 如果按你所言 是不是现在社会早该天下大乱 而流氓横行了呢 一个在文章中充斥了 如此的恶毒的 攻击性语言的作者 势必是一个具有反社会 反法律思维的人 是一个危险的人 不管是叶景旗本人 或者是其他任何人 作为记者 都要按照记者的规则去做事情 提出社会问题是她的工作之一 这不是叶景旗本人独创 而是叶景旗 很好地完成了 她的职责所要求她做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 在主观上 她并不存在 故意的恶意攻击和煽动 法国大人 我手里有一份 夜景旗亲自按手印的审讯记录书 这不是我主动按的手印 是他们强迫我按的 每一个站在法庭的人 都会为自己推卸责任 如果是这样 当初就不应该按手印 你应该责问的是他们 而不是我 他们循私妄法 虚打成招 全按我主印 放开我 放开 这是天理难容的事情 我抗议 被告在法庭上 大放厥词的恶意攻击 反对有效 请控辩双方都回到主题上来 法文大人 我认为 叶景旗作为主编的所作所为 和控诉人 对我的被告人 所指责的事情 意义上是相通的 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所在 你们必须得这么去做 但是叶景旗在文章中 并没有对国家和体制进行抨击 有的可能是 稍微言辞上的过激 我认为这是写作技巧上的偏差 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 对不起 田律师 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吗 我们是一个诗人和诗歌的国度 文字优美浪漫 文人意气风发 这都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字 博大精深的魅力所在 浪漫吗 必然导致夸张 意气风发 必然导致言辞犀利 对不起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他不能代表我的想法 我不是一个诗人 我是一个学习过法律知识的 法律工作者 我只是准确熟练地 运用了写答病状和诉状的迹象 短而经 不拖你带水地写出好文章 而那些文章用此绝不过激 甚至还有些含蓄 而对于这一点 至今让我觉得十分后悔 我就是要大声地向民众呼吁 应该反对独裁 反对专制而雕哄的 为司法体系 好 好 好 说得好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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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警察不作为 而这个社会上 没有太多的坏人横行 那是因为人民都是善良的 因为他们骨子里的优良传统 始终在约束他们自己 所以至今没有出现一个 极度混乱的社会 这是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历程 所积奠下来的福利 跟你们没有关系 这是典型性的 山洞性的言论 民众大多数都是没有受到教化的 他们都是野蛮和自私的 他们都是因为官员 受到的教育和规范他们 而使他们没有大多数成为暴徒 什么是暴徒 就是扰乱社会颠覆国家的 好 那么请问 当年国民党人推翻大清政府 这算不算扰乱社会颠覆国家 你这是偷换概念 是污蔑和诽谤 被告 我建议有你的律师发言 对不起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律师 失去了原有的睿智 我现在停止让他给我辩护的权利 法官大人 他的辩护是会对我造成羞辱 法官大人 根据我的委托人 此时的情绪状况 我恳求在何一停时 你的撒谎 讨论给予我的当事人 人 你的撒谎 用谎编制失联的法王 只能网住诚实的人 叛徒 懦夫 混蛋 鉴于被告人出现狂躁和精神失控 现在休庭 作为辩护历师 你今天是成功的 总有一天他会理解你的 我让他蒙羞了 他已经从死亡的边缘 被你拉回来一小步 但是远远不够 你们就这么想治他一次地 一个政权是要树立权威的 没有权威的政权 会让社会陷入动荡 百姓更加不利 该杀的是那些贪腐制人 而不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文人 可他们不这么想 没有充分的理由 去说服何一停那些人 即使是在这儿 保住了他的性命 到了最高法院 还是会被改判死刑的 可耻的背叛 没有了尊严 我一定可死 好 冷静一点 走走走走 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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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了 冷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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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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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啊 大家都说 你给叶静奇做的辩护非常好 很有技巧 又维护了法庭和法律的尊严 姐啊 我们认为啊 你在法庭上 掌控以法律为依据的辩护技巧 运用得很出色 既能维护法庭的尊严 又能维护被告人的权益 说实话 你叶静奇所犯的罪责 就是给予急刑也应该呀 小伙子 好好干 有守成这样的大法官 再加上你这样优秀的大律师 那将是我们司法界 他的荣耀啊 好 好 叶静奇犯的什么罪 罪在何处 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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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知道自己在撒谎 当然 不是 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说谎 你们更知道我们知道你们在说谎 但是 你们仍然在说谎 谎言如同血液渗入到了各位的骨髓 不许你们用他造血带维持生命 姬野 你说得有点过分了 我说得远远不够 我看到了一起司法的维护者 居然是为了欢呼司法被摧毁后的胜利 我感到恶性愤怒 诸位 请记住你们的承诺 我也希望尽快地兑现你们的诺言 否则 我会拾起被扔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用它吸取法力的耻辱 好 我理解你的痛苦 但是你还是太莽撞了 我告诉你 他们还是要判叶敬奇急刑的 他们是谁 与洪大帝吧 他们想把一个毕马温扔到太上老君的火炉里 锻造出一个大闹天宫的齐田大圣 你怎么也跟叶敬奇一样地冲动呢 冲动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救叶敬奇就要抢在判决书下来之前 去说服这些人改变死刑的判决 你刚才对他们太粗暴了 这对叶敬奇不利 当然也有个好处了 让他们有所顾忌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好事和坏事之间也就是一墙之隔 您好像是有办法了 当然了 要让上面的人找回他们的面子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胜利 让他们觉得已经有 可以向其他人示范的效应了 他们就会收回成命 给叶敬奇一条生命 让他像乞丐一样 攻下身来爬行 这样那些权贵们就开心的舒服了 他需要写一份悔过书 那让他去死吧 他早就做好了有尊严的光荣牺牲的准备 他不是苟且头生的人 作为朋友 我也得帮助他 帮助他选择有尊严的死 他不用自己写 你是他的代理律师 他给你的授权书上已经写清楚了 你可以代理他做任何的事情 你也不用自己写 只需要在他们给你提供的样本上 签上字就可以了 如果对你的事情我没有努力 我的良心会受到自责的 当然敬奇 如果你不希望我这么做 不希望你的事情你的声音 让更多人听到 那也没办法 不看看内容吗 不用 我相信你 让我出卖他 我绝不休想 那你就忍心看着他死 姬爷啊 我违反原则给你指出来一条 如何利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救他的路 我这么做的目的 所以不是为了救他 而是为了救你 一个何如是 已经让你放弃了对婚姻的追求 如果 这个叶敬奇再死了 你会如何 我是很难想象了 如果我替他签了那份 有失尊严的东西 他能如何我也没法想象 他会活得很好 不 他不是苟活的人 其实 死并不可怕 能够在不公正当中活下去的人 才是真正的勇敢 什么是尊严 还有比生命权更高的尊严吗 杰野 你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要抓紧了 当然最终怎么决定是你的权利 谢谢你能给我这样的权利 准确地说 现在叶敬奇的命 是握在你的手里的 你是让我 再一次地出卖他 我是违心地 让你出卖自己去救他 因为我知道如果他死了 你的心也死了 我救他 是为了救你 田几爷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在那个时刻的到来 他预感到了叶敬奇 将会因为他的所为而掀起的风暴 来了 你这身衣服看起来特别合身 你这身衣服看起来特别合身 但是股子里得不伦不泪 很有点凉山好汗 穿上官服的感觉 坐送江来了 来看看 别紧张 别紧张 这很少见啊 景气 我昨天这里一直在胡思乱想 担心你拒绝来看我 怎么会呢 我也特别好奇 我特别想看看一个人 怎么会突然间 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你看看你现在 变得像个拆白党的小白脸 看起来小资产阶级身上流着的 的确是上海老可乐的血 景气 今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要太冲动 你要好好保护自己 保护好自己 才能为你心中的理想呐喊 天机 你今天过来就是来跟我说 您别赠言的吗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留待一个陌生男子 我想家人一样 你不觉得现在跟我说这些话 特别不合时宜吗 长路漫漫 你若独行 晚望珍重 没事 天机 你真的要抛弃我吗 你真的要抛弃我吗 你真的要抛弃你的理想吗 你不想要抛弃我这个小兄弟了 那何如是呢 应该叫何静雯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是你只是不想要我了 景气 我要让你好好活着 你还年轻 你不活着 怎么能追求心中的理想 你不活着 怎么能更好地为大众呐喊 你不活着 怎么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 好了好了 我明白了 你唯一都要抛弃的 就是我 好 兄弟 我抛弃的是我自己 抛弃的是你自己 好 好 好 你以后绝对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律师 一定会 来吧 让我们最后礼节性地拥抱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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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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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帮我一顿的酒在这儿啊 你 狗你这样杀人的吗 天亮 你死了 你出卖了自己你知道吗 你出卖了我 住手 你背叛了你自己 你是他变成了一条狗 你都被别人掏着脸 你才狗 你家的不能和什么这样优秀的人 相遇了你知道吗 狗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对待一个陌生男子 我想家人一样 你唯一的要抱歉 就是我 你 长龙满满 鱼肉独行 万望真诚 你出卖了自己你知道吗 你出卖了我 来吧 那之后 你得用它 你作词 你这个老子 我 你那个老子 我 如果交出了这份东西 却没能保住叶景奇的性命 怎么办 我以人格担保 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有可能为他保密吗 这个要和上面去协商 如果不想把他逼成敌人 就想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 拜托了 我尽力而为吧 我有可能做了一件 非常愚蠢的事情 在目前的情况下 这是唯一可以挽救叶景奇 性命的方法 可这也许就杀死了一个人 对司法真诚的爱 法律不需要爱 需要的是敬畏 可是没有爱何谈敬畏 卖报卖报 卖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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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革命党签署毁过书 承认错误痛悔罪责责 前报管总编毁过书上报 卖报 来给我一份 卖报卖报 看革命党签署毁过书 承认错误痛悟痛悔罪责责 前报管总编毁过书上报 卖报卖报卖报 今天早上就见报了 这说明昨天就排好版面了 这是请君入瓮 是阴谋 是杀依请无白 是公开的羞辱他 你们以一个莫需要的罪名 将他关入牢中 再以一个恶法恐吓要夺取他的生命 最后用尽羞辱的手段 赐予他长期的牢狱之苦 你们还以此学要 自己法治的仁慈和宽容 你们是如此的强大和聪明 你们将人类之乐 发扬到如此的光大 四亿的攻击国家 当然要受到惩罚 法律 不仅仅是写在课本上 供人讨论的 叶大壮 叶大壮 文笔不错呀 看看 自己欣赏一下吧 大余 小余 不好 那大余 来 宗上所述 叶京棋岁形严重 当处于急行 但是考虑到 他能主动地写下 长达近万字的悔过书 真诚地认识自己的错误 请求政府的宽恕 本法庭 本着法治 应以宽恕为本的原则 特判决如下 叶靖琪 起立听候判决 在这个法庭上站着的人 都像狗一样 我又何必夺立 起立听候判决 起来 起来 根据 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 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 特宣判 罪犯叶靖琪 有期徒刑二十年 宣判完毕 叶靖琪 你还感受不到 法律的宽容和慈爱吗 把诅咒走 不杀此贼 我施不为人 尽宇宣中心 可是实在我 为人 军宣绝 改改改改 呃 呃 把这个案子从始至终啊 都是走得踏踏实实 言似合缝啊 是啊 田老啊 当初您刚一开始 提出那三项要求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觉得 那很难实现啊 那三项要求是 第一是 不以杀人为目的 是吧 第二呢 是这个 要追求最佳的舆论效果 第三是 要让叶敬祁扶手认罪 签署这个悔过书 对吧 可是要看叶敬祁 那么顽固 那么愚蠢 这简直是达不到的要求嘛 可是最终结果呢 正如田老神算 对不对 我们这是钦佩啊 来 敬天老 好 来 来 好 好 书位 在喝人血吗 还应该加一下热 因为血总是热的 您 田兽成法官 我正好当面向您表示祝贺 我刚刚有幸听到了 整个案件过程当中 您出神入化的操作技巧 我看到十分欣慰 苍天已死 皇天当道 司法已死 你们将迎来遍地的英雄当道 来 借你一杯酒 祭祀一下正在逝去的法治 你一杯酒 我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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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如此偏激这种年轻人 日后定当招惹杀身之祸的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 那些言论啊 那是都要杀头的 是啊 是啊 如此狂妄乃是教育不道 我的责任还望大家包涵 我替他向各位赔礼了 来来来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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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大法官 请用茶 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从庭舍一回来 就把他关入了禁闭室 已经封好了有好几个小时了 才刚刚停下来 带我去看看他 好 您请 是这间 他看完报纸就封了 把报纸撕了一地 谁给他看报纸 按照监役的规定 他可以看到报纸吗 我们主要想杀杀他的嚣张气焰 才半天工夫就搞成这个样子 是啊 他有死有扯的 你看完全疯了 叶靖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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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来看你了 叶靖奇 叫御医来 是 快把门打开 让羽衣检查 是 你冷静点 冷静点 你冷静点 来走 好 放开我 我要出去 冷静点 一定不要再做刺激他 侮辱他的事情 要好好地照顾他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醒悟的 被感化的典型 一个被挽救回来的人 给他换一个好一点的担间 火势也要改善 我会定期来看着 好的 您请 哥 说句真心话 我是真的无法想象 您坐在这个桌子后面 接待委托人的样子 没办法 那就得这么做 您的名片都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 花的金光 叔 你让我找的那个老律师啊 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呀就是替他担心 有些人啊 不希望他告诉我 更多的事情 我怎么也 真灵啊 说来就来 啊 对 你好 对 我是田鸡 什么 好 我马上过来 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之前呢 有一个女政治犯 已经给搞错了 把她跟何如是他们 关在在一起 何如是是个热心肠 一直在照顾他们 一番人患上腥红热 人现在已经死了 何如是可能是被感染上 闪电撕裂了大地的沉默 心中 冲破了密雾的封锁 在这暴雨强制的时刻 是谁诉说 人间的脆弱脆弱 前路固满着命运 的坎坷 命运 暗藏着前路的荧光 在这暴雨强制的时刻 是谁隐藏 是谁隐藏 人间的杯盒 杯盒 想你想的阴晴圆圈 爱你爱的悲欢离合 直到雨后那阑珊灯火 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 想你想的阴晴圆圈 爱你爱的悲欢离合 直到雨后那阑珊灯火 化作我梦中的对酒当歌 想你想的壮怀几年 爱你爱的上下求索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步 坏 快